大家好,我是乐拉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乌拉圭的情况 乌拉圭的气候特别好 这里夏天超过30度的时候特别少 当然我说的只是我们沿海城市这里 我们住在东角 我们这里夏天的时候超过30度的机会不是特别多 大部分都在30度以下 27、8度这个样子 不过今年是有一些热的 今年有几天甚至是已经超过了35度 特别热 在往年没有这种气候 一般就是超过30度以上就快下雨了 然后就凉快下来 当然还有一些地方是很热的 比如说温泉那边 温泉是靠着乌拉圭河 那边要热一些 它的夏天也在40度以上 冬天也比我们这里暖和 在乌拉圭冬天是没有什么雪的 很多乌拉圭人甚至连雪都没有见过 现在是2020年的8月份 就是乌拉圭的冬天 在来乌拉圭之前我们去过塞浦路斯 去了沿海的几个城市 它周围它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植被 基本上都是灌木 这我是不太喜欢的 当然那个塞浦路斯的这个降水量呢也很少 但是乌拉圭不一样 乌拉圭的降水量挺多的 而且植被还是很丰富的 我们虽然说是沿海城市 但是我们这里的植被真的挺多的 改天有机会我可以拍给大家看一看 乌拉圭这里很少有地震 最近的一次呢 据说是2016年的11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乌拉圭了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感觉 我也问过我所认识的这些朋友 谁都没有感觉到 因为那个地震呢很小 也就二点几级 再久远一点呢 就到了1988年 也是有过一个小地震 这个地方也没有海啸 我们这里呢是属于拉巴拉塔河和大西洋的一个入海口 虽然说是一个入海口 但是这里是全世界最宽的入海口 就是你根本看不到对岸的 冬天的时候就是现在 有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大鲸鱼的 海豚也是有的 还有企鹅 我去年去海边散步的时候 见过好多只死的企鹅 有关注我的朋友 跟我私信说 想问问我 能不能够到乌拉圭来 然后在这里赚钱 改变它在国内不太好的家庭状况 我是跟他说不 至于为什么呢 首先这里很难找到工作 就算是你西班牙语特别特别的好的话 你要找到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你的薪水基本上也不如国内 你完全可以在中国找到一个 比这里薪资高的工作 机会应该比这里更多 如果说是你西班牙语不好的话 那就更难了 想靠在乌拉圭找工作发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据我在这里住了五年的经验 我认为乌拉圭实际上 它更适合的是退休了以后 然后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然后到这里来生活 这里也有很多欧美在这里住的老人 乌拉圭的白人是占大多数的 绝大多数都是白人 这里很难见到黑人 也很难见到黄种人 像我们这样的亚洲人 在这里都是不多见的 我以前在视频里也说过 我们去如果我们去周日市场 或者是去别的地方 有的小孩都会围着我们 都会跟着我们看 就像我们小时候也觉得老外体新鲜的那种感觉 关于物价呢 我是想多说几句的 为什么我一直拍的视频 大部分都是讲这个物价的事情 因为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啊 帮我们办理的那个人是说 这里的物价是比北京低的 但是据我们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五年的情况 看来是绝对没有的 从我们来的时候 这里的物价也不比北京低 更何况现在 它每一年都在涨价 没有说每一年都往下降的 只有涨价 没有降价 就是这样的 到现在为止 这个牛肉已经涨到 就是很多人 很多乌拉圭人都在Facebook上抱怨说 这里的肉已经涨到快吃不起了 已经比我们来的时候 都涨了快接近一倍的价格了 而牛肉的价格 曾经是我认为 在乌拉圭是最有优势的一个地方 我认为 就是在物价上最有优势的一个就是牛肉 因为这里的牛肉 当时是比国内要低很多的 而且品质非常好 乌拉圭的牛肉呢 它都是在那个牧场里长大的 都是吃草长大的 乌拉圭人本地人烤牛肉呢 也不兴拿来腌一下什么的 都是直接就上火烤 但是烤的呢也有技术 烤的好的呢 就吃起来很嫩的 味道也非常棒 也不用再放很多的佐料 就挺好吃的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鱼虾蟹我认为是比国内便宜的 因为它这里是野生的呀 所以说我认为这么比起来的话 那个价格是便宜的 但是现在呢 真的物价一直在飞涨 特别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这个疫情期间 它不像我们国内有一个物价的 有一个调控啊 这里没有 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 口罩就是这种一次性的口罩 现在应该是15到20别锁可以买到一个 那个N95口罩呢 还是差不多人民币四五十吧 一个 而且是非常非常薄的那种 质量不是很好的 这个政府我不知道为什么 也没有管这个价格 是管不了呢 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就不懂了 所以很多人 很多穷人实际上是连口罩都买不起的 也可能是想戴都买不起吧 这里的水污染毕竟还是小的 乌拉圭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工业 海里的污染也小 不过有一点我想说一下的就是 希望就是不要往海里扔东西 我经常在海边见到垃圾 特别多的垃圾 海水都会带到岸边很多的垃圾 这让我感觉特别不好 而且我曾经在海边讲过 我们中国人的垃圾 有农夫山泉的瓶子 还有二锅头的瓶子 我都是在我们这里的海边捡到的 因为我去年的时候 我有几次是去海边专门捡垃圾的 走不了多大一段 你就可以捡几大包垃圾 当我看见有我们中国的 这些包装的瓶子的时候 我都是赶紧给它藏起来 然后给它扔到那个垃圾桶里 我生怕人家说我们 在Facebook上看到有一个不太友好的 这么一个帖子 就是有一个人 他在那个海边拍到了一个 上面写着韩文的那个 那么一个方便面的袋子 然后他就发了一个帖子 就说中国的渔船要来了 我当时就有点生气 我就去留言了 我说这个不是中文 这个是韩文 当时他就跟我变起来了 结果后来我就非常生气 跟他争辩了一通以后 然后我就把他给拉黑了 我就不想再跟他说话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太没礼貌了 结果后来他又把我给加回去了 我觉得挺逗的 本身我认为这些人挺友好的 但是他们对我们是有一些偏见的 所以我希望咱们中国人也尽量的 不要往海里扔垃圾 不要让人家真的是看扁了我们 毕竟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视频 是讲那些海里的那些动物 是怎么被这些塑料 怎么被这些垃圾给害死的 还是希望说大家更爱护环境吧 当然这些垃圾也不是全部 这是我们国家的人扔的啊 这里的人也扔垃圾 也有不好的人往地上 往海里扔垃圾 所以他们也经常在Facebook上骂 这些扔垃圾的人 哪都有好的人 哪都有不好的人 反正尽量从自己做起 如果有这种习惯 我就觉得还是改掉最好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国外的朋友可以关注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国内的朋友可以关注 头条 微信公众号 新浪微博 B站 还有知乎 还有抖音 账号都和这里一样 就是劳动的劳 拉手的拉 后面是英文 LARAREN 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吧